我是105集33號黃宇傑 然後我要介紹的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舞台 然後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舞台的發展 一開始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 第一個是 維蘇維斯的建築學著作建築石書 被人發現遜及引起各方重視 然後這個就是 下面這張圖呢 是達文西的人體比例圖 那達文西呢是依 維蘇維斯他的建築石書的概念畫出這張圖的 那他的概念就是 人體中自然的中心點是肚臍 肚臍就是這裡 然後他如果把手張開採用仰臥姿勢 然後以他的肚臍為中心 用圓規畫一個圓 他的手指和腳指就會與圓周接觸 然後他不僅呢可以在人體中畫出一個圓 他的人體中也可以畫出一個方形 然後他就是 由頭頂到腳 會跟旁邊 他的那個兩手張開的那個長度一樣 那就是 這就是維蘇維斯他的概念 然後旁邊這張圖就是 維蘇維斯的概念運用在劇場裡 然後第二個影響就是透視法 那透視法等一下會再繼續介紹 就下一個同學會介紹 我們現在先簡單介紹 就是透視法是一種方法 使畫家能在有線的畫布上 造成遼闊深遠的空間的感覺 那當時有一個建築師叫做賽里歐 他在1545年初 出版了一本書叫做建築學 那他那個時候 那是文藝復興時期第一本 包含劇場建築的著作 然後其中他有 有專章是討論透視法 那當時 義大利在演出的時候 一般都是在貴族華夏的大廳內舉行 那他的大廳往往都是長方形的 那賽里歐自然就會把劇場 設在這個大廳中 那他設計的時候呢 也運用了維蘇維斯 他前面那個圓形的那個概念 所以他將維蘇維斯的這個概念 他將半圓台階型的 觀眾席家裡修改 讓他可以適合在長方形的大廳中 那就是 一個長方形的劇場 那他的觀眾席就是 以維蘇維斯他的原型的概念 加以修改之後就變成觀眾席 所以他的 觀眾他的那個 劇場呢就是分觀眾席一端 然後呢舞台一端 那中間就是 放下樂隊的樂池 那這個 那他的舞台前後分兩部分 然後先看那個 這個C的這個部分 他是公表演的地方 這是公表演的時候用的 然後呢他的 可以看得出來他的地面是平的 那他舞台的高度是接近前排觀眾眼睛 距離地面的高度 也就是這張圖的意思 那他 在看這個A的部分呢 他就是公放布景的地方 從我們現在這個角度看過去 他的那個地板是往後 前滴往後 然後是斜坡型的 然後所以他這個是放布景的地方 然後 再用這張圖來看的話呢 可以看到他會在地面上 畫上格子 那前面這個平台都是畫同樣大小的格子 那到布景這個地方之後呢 他會將格子越畫越小 那他的那個斜坡再加上 再加上逐漸縮小的格子 會形成地面透視感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在講他的那個布景 塞里奧的布景呢 他都會由四對側翼 就是 這是第一對 第二對 第三對 然後第四個 然後 他中間會有一個中平 所以是四對側翼加中間這個 中平 然後第一對側翼呢 就是最前面這個 他 他的 他的那個 側目呢 他會平行五台的 五台 前沿 然後呢 可以看得出來 第一片 第一片的側目呢 他就可以 他有分兩 他有分兩片 那他兩片呢 會以盾角的形式 交接 那他第四對呢 他前三對都是兩片組成 那他第四個是一個平面 那中間這就是中平 那他整個布景呢 合起來之後呢 就會形成 一個 消視點 就是這意思 那消視點就是與透視法有關 那 塞里奧呢 又以透視法會圖進一步 嘗試 悲劇 喜劇 和前緣劇 三種 布景的特色 然後這都是 塞里奧他設計的 然後這第一個介紹的是悲劇 那他在悲劇的時候呢 他通常都會畫 住廊啊 雕刻 或是 就是其他表現皇家氣氛的建築 第二個呢 就是 住宅的廣場 那呢 可以看到旁邊這邊 就是私人 私人的宅邸 然後他會有陽台 或是 凹廊 然後或是窗戶等等 那他就是 主要是要表現市景 街道的氣氛 那最後一個就是田園劇 那他田園劇 他就是會表現樹木啊 森林 泉水 來表達田園山林的氣氛 那他的舞台 在天花板的部分呢 他會從前向後清顯 那剛剛也介紹了 他的那個地板 是會向後增高的 所以他這樣子也是可以 加強幻覺的建立 那為了保持透視的幻覺呢 那演員必須 和景片有適當的距離 那他不是 他不能站在景裡面 他要站在景片前面 那這個長方形的劇場呢 就能使舞台的深度變深 所以他的白 他的布景就可以白很多 那他就可以產生透視效果 那在17世紀的時候 就出現了一個布景的設計家 叫做托瑞里 那這下面就是他 以繪畫方式呈現他的設計 然後這上面就是他的劇名 是1643年設計的 這下面這張也是 那在前面這張之後 可以看得出來 上面會有一些人坐在雲上 那就是接下來就要講 舞台特殊效果 那特殊效果 在中世紀時已經相當發達 到文藝復興時期的時候 又發展得更完美 那舞台地板上可能會有 許多暗門以製造特殊效果 如火焰煙霧 使防止樹木傷或人物在瞬間消失或出現 或是地震和其他的奇蹟會出現 那最受歡迎的特殊效果 就是剛剛那張圖看到的 是神仙會在雲端出現 跨其在神獸背上或乘在馬車裡 那這邊再舉一個例子 就是他也可以有 舞台上會有大火的效果 那他大火的效果是從 他的布景是三人鑄體 然後他是以他的布景 進酒精 然後用火點燃 然後再將他很快的旋轉 就可以產生大火的效果 那這是我參考資料 我是10513號陳品璇 我要講的是 義大利文藝復興的舞台劇院 然後義大利的舞台劇院 他是永久劇院建立 然後主要特色就是 擁有了古羅馬劇場的舊帽 然後也展現了當時透視的風景 他是以繪景的方式去替代 古羅馬立體的景屋 然後現在介紹奧林匹克劇院 他是現存年代最早的 文藝復興實習劇院 然後到現在還是有在使用 他是位於威桑莎的 威桑莎 然後他是在15580年代 是奧林匹克學院 他是為了要上演戲劇 而去建造的 然後這個是劇院裡面的那個 圖 然後他也是分 就是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 紅色區域的表演區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 呃 觀眾區 就是黃色 黃色這邊 然後第三個就是 觀眾區跟表演區中間的低帶 也就是觀眾其他低排跟舞台前緣之間的這些空間 然後這空氣其實就類似羅馬劇場的舞蹈場 然後觀眾區他的座位是呈現半橢圓的U字型 然後目的是呃能使中間這邊區域可以清楚看到舞台上面的演出 然後他座位安排呢是由低而高這樣 然後一排一排的座位中間是沒有走到的 他沒有走到 他的好處是他都可以省下來空間然後增加座位 但是不不方便就是他觀眾都是要從兩端進出這樣 然後這是舞台的表演區的俯視圖 然後舞台他是長方形的 長方形這樣 他後方就是用高牆劍 然後牆上會有浮雕裝飾 然後他牆面會有三大缺口 然後這是中間 然後這是左邊右邊 然後這三大缺口 中間的缺口 中間缺口呢 後面會有三條街道 然後左右兩側呢會各有一條 總共是五條這樣 然後這些街道他都是按照剛剛介紹的湊視法 從舞台的牆後這條向遠方去畫而擴散 然後讓舞台區就是向街道交會出來 可以形成一個廣場 然後再來叫做法拉斯劇院 他是奧林匹克劇院經過改造改進 然後出現的畫框舞台式劇院 然後他現在 他是位於帕爾瑪宮廷裡面 然後他是在1618年完成的 他是第一個設置性永久的畫框式舞台劇院 然後他主要有兩個特色 就是他是以鏡框台口去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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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這框是舞台的功用 它可以區隔了舞台周章的環境 然後將視線局限於舞台的畫面 讓觀眾視線能夠更集中 然後它拱門的支柱也可以遮蔽舞台其他的一些機器設備 然後像它舞台下方啦 它這些空間可以設置機關跟暗門 就是能創造出一些特殊效果 然後上方也可以就是容浪一些蓮幕一些設置這樣 然後這個是就是綠色這區是舞台 舞台這樣 然後中間這邊是側台 就是那個舞台後方 舞台後方就是剛剛看就是 靠背的地方 舞台靠背那邊 然後這裡是側台舞台 然後舞台然後側台 側台這樣 然後這邊是它那個劇院從舞台到 就是那個表演 就是那個觀眾型跟舞台的中間地帶有一個 就是連接的一個類似橋的功能 然後這裡是藍色區域的話就是 那個中間地帶 然後這邊就是觀眾型 呈U字型這樣 然後再來介紹就是它的布景幻景 然後第一個就是一開始會使用就是平面映幕的幻景法 它平面映幕幻景法就是在舞台上它會設置滑溝就是溝槽 然後它的平面映幕會跟舞台的前緣平行 它就是平行嘛 然後由前而後就是照順去排列 也就是要幻景的時候 我這一幕要幻我就先撤走最前面這一幅 然後下一個布景就會自然呈現出來這樣 然後第二個再來的話它就是 呃為了要使它的側翼跟中平能夠同時去移動 所以它就發明了輪感系統的幻景法 輪感系統的幻景法就是 它在舞台的底下裝了另外一組是跟上面勾到平行的軌道 然後在軌道上面它放了輪車輪稱上面有長桿 長桿就是突出來後上面景片的繩子綁下來 它就是可以綁起來然後連接在一起 然後到時候如果要幻景的話推動滑輪 就可以移動舞台上景片 如果滑輪往左移 然後呢那個舞台景片就會撤離 然後如果往中間移舞台景片就剛好移到舞台上 然後再來因為就是這樣呃沒辦法用一個人就可以移動 所以到就是發明了輪感系統 它又配合了繩索還有一個腳盤這樣幻景 到就是腳盤配合繩索的話 它是可以一個人去幻景就是利用這種方式去帶動景片 然後滑輪溜過來這樣 然後再來介紹是照明的設備 呃在戲院因為戲院它是在室內了 所以就是需要一些人工的照明 可是那時候美氣都還沒發明 所以就是先用了蠟燭、油燈、金屬石還有雲木片 去做最基本的照明器材 然後就是它是用金屬片圍繞住 然後蠟燭這樣 然後它就是這些器材呢 就是用雲木片主要是做成反光照 去做反光 然後照明設備它所擺放的位置就是 可以擺放在框架上面框架 就是舞台框架裡面的兩側 然後或是綁在側台的直立的桿子 然後放在每一片螢幕後面就是像現在側燈這樣 然後我現在要講的是不景繪製的透視法 不景繪製透視法主要是利用單點透視法 單點透視法是15世紀那個佛羅倫薩的布魯內斯基它所發明的 這個方式它主要特點它其實就是 景物它會一一距離近而大 然後距離遠而縮小 所以它位於比較近處的物體 它所佔的畫面會比較大 然後它在比較遠處的物體 你就會按著它就是觀賞者的距離而逐漸縮小 然後消失在觀眾的視線中 所以剛剛最後面消失的地方就是一個消失點 然後這個單點透視的做法它其實就是 它就是有分透視所在的平面 這個就是一個皮皮 它就是它透視所在的平面 然後這個是水平線 水平線就是這一條 然後消失點我設在就是透視平面的這個點 然後我就將我正視圖我看到的 我看到的各個節點都連接上 我透視所在平面的消失點上 然後連接起來後 再將透視圖之前的邊緣 還有消失點線段擦掉後 就可以形成就是這樣的面貌 就是原本我是以這個方向看 然後最後畫成就是以這樣呈現 然後景物就會依遠距離而變 然後在16世紀之後透視法才運用到弧面的紙上 大家好我是105姐林玉鏡 然後我今天要介紹的是文藝復興的劇本作家 馬基維利 對 然後它是義大利的政治思想家 史學家 劇作家跟外交家 然後它那時候所處的義大利是分裂的城邦 就是像這裡這樣 然後它出生於其中之一的佛羅倫斯共和國 就是這個淡橘色的部分 對 然後它在29歲的時候被推選為共和國的副總理 然後開始負責義大利的外交事務 但是後來在麥迪奇家族就是從長佛羅倫斯的大權之後 他就失去他的職位跟影響力 後來又捲入了一場就是謀判麥迪奇家族的陰謀案 然後被逮捕 雖然後來他被無罪釋放 但是他也一無所有了 所以他就到鄉下隱退住宿 然後這也是他開始寫作劇本的契機 他寫作以歷史為主 但是也有像君王論 然後君王論的政論 然後我所要介紹的劇本 也是他在隱退鄉下史所寫的 然後他的劇本就是有這三本 第一本是Andrea 然後第二本是Mandrogola 第三本是Laclysia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是這個第二本的Mandrogola 然後Mandrogola它是取材自柏茄秋的十字談中的 第三是跟第八個故事創作而成的 那我現在先講一下這個故事的內容 就是十字談那則故事大概是在講一個好色的修道院院長 然後他愛上了一個富裕的農場主人的妻子 那個農場主人呢頭腦很簡單 但是卻娶到了一個很漂亮的老婆 後來他設法接近那個妻子 然後這個妻子 就後來跟他越來越熟 然後有一次在跟院長懺悔的時候呢 他就跟他說其實他很討厭自己的丈夫 因為他很愛嫉妒然後又把他管得緊緊的 然後院長就跟他說他有個秘方可以治好他的丈夫 但是呢一定要送到陰間的殿獄去 才能把他的度性就是洗得乾乾淨淨的 但是他不能另嫁他人 因為他老公還會復活 就是然後他的妻子就是聽了覺得 如果能把他嫉妒的毛病治好 就是他什麼都願意這樣 所以院長然後 可是後來院長又跟他說 就是希望他可以以聲相許來報答他 然後妻子聽了一開始嚇到了 但是在院長的循循勸誘之下呢 他也是答應了 於是院長就趁他老公來找他 就是來找他喝酒的時候 他就讓他老公喝下了 參了曼陀羅花枝的就是酒 然後那時候曼陀羅花枝 其實就是像蒙漢藥一樣 會讓人昏迷麻醉 然後院長就在他昏迷之後呢 就跟一個他的心腹教師 把他關進地窖 然後跟他說呢 他是在陰間 因為天主要懲罰他 對就是妻子不好的罪 從此之後院長只要有機會 就去找他的妻子循環作樂 然後就是引人耳目這樣 直到十個月後呢 他的妻子 他先自己懷孕之後 院長才去跟他老公說 天主要放他回陽間 然後賜給他一個兒子 然後又給他喝了一劑曼陀羅花枝 然後讓他誤以為 他重回了人世 然後後來妻子真的生下了兒子 然後農場主人也不再吃醋了 但是就是後來妻子 還是常常跟他的就是院長優惠 那馬基維利就是取材這個 詩詩潭的故事 然後創作了Mendrogola 那Mendrogola呢 他是在講一個 意大利青年卡里馬庫的故事 他本來住在巴黎 然後後來來到了佛羅倫斯 他在巴黎的時候 聽說了一個美麗非凡的意大利 意大利女人 Lucrisia 對 然後回來之後呢 他就很想要擁有她 但是他必須想方設法 因為Lucrisia 那時候已經嫁給了一個佛羅倫斯的法官 然後呢 而且以前曾跟品性純潔文明 然後後來卡里馬庫就找來仰賴尼斯亞生活 然後又詭計多端的Ligurio 要一起來蒙騙尼斯亞 然後尼斯亞一直想要一個兒子 但是Lucrisia都沒有懷孕 所以呢 卡里馬庫就假扮成一個醫生 然後跟尼斯亞說 他有一種就是用曼陀羅花根 就是一個對 跟剛才故事有同樣的地方 對 然後做成的藥 可以讓Lucrisia喝了之後會懷孕 但是Lucrisia喝下糖藥後呢 第一個與他發生關係的人會死掉 然後所以 卡里馬庫就建議 尼斯亞可以在晚上的時候 就在街上隨便抓一個人來代替他 然後如此一來 卡里馬庫又可以趁這個機會 扮成路人 然後就被抓進去Lucrisia的房間 然後呢 他又叫尼斯亞讓Ligurio去 賄賂當地一個修道士 Fred Timodio 然後讓那個修道士去說服Lucrisia喝下糖藥 然後願意跟陌生人上床 然後呢 後來又為了確保Lucrisia會答應這個計畫 他們又去找了Lucrisia的媽媽去勸她 所以後來呢 在種種的影響之下 Lucrisia還是答應了 然後呢 卡里馬庫就趁那個夜晚呢 去跟Lucrisia 就是傾訴她的情感啊 說什麼 就是如果尼斯亞死了之後 她就會娶她 後來就是在這些甜言蜜語 還有就是 Lucrisia後來體會到 年輕人的身體跟老人的差別之後 她就 就是決定接受卡里馬庫 然後後來就是 Lucrisia就渾然不知自己被騙了 還期盼著自己 將來兒子的到來 然後又聽了妻子的話 邀請卡里馬庫在她家住下來 對 然後這個故事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呢在這個故事裡面 那個 馬基維利就是大力諷刺了婦人的愚昧 像在書中就是別人說什麼 她都相信 就算她想去測試說像 卡里馬庫她到底是不是醫生 她就單純憑她就是會講拉丁文 她就相信她是醫生了 然後最後還把就是妻子的情婦請來家裡住這樣 對 然後她也有就是 馬基維利還有諷刺教會人士的衛善 就是 修道是本來就是應該要前程存淨這樣 然後可是 她卻去說服就是別人的妻子去 去背叛自己的丈夫跟別人在一起 嗯 然後另外呢 在 這劇本中呢 就是還可以看到就是 馬基維利 就是 特別從上一個特質 Virtue Virtue就是本來的意思是美的 可是在這裡 她可以被定義為 力量自信跟 就是能夠不盡一切手段達到目的 然後 這個特質就是 除了能反映在馬基維利的政治思想上 其實在卡里馬庫身上也可以看到 就是有跟她有符合 就是卡里馬庫的財富地位 讓她有這個力量跟自信 然後能夠不盡一切手段的去得到Lucrisia 對 然後在 就是 第四點 就是 在劇本的第四幕最後 修道是有特別跟觀眾 就是說明說 此劇沒有打破一天之內演完的規定 就是可以看出當時其實 馬基維利也是 遵循當時的善意律的理論來寫作這個劇本的 然後我旁邊附這個圖就是在 說就是 他們 整個劇是在這個地點然後演出的 然後這張照片是 1979年就是曼陀羅花在那個紐約演出的劇照 然後左邊呢是卡里馬克的家 然後右邊是尼西亞的家 尼西亞對 然後中間是教堂 然後他們就是在這一個地點 然後就是 就是 又強調是在一天之內完成 對 然後又有一個故事 所以可以看出他們當時 就是 馬基維利是遵循當時 就是很推崇的善意律來寫作這個劇本的 然後呢 這個 這一張呢就是 在講他的影響 就是在馬基維利之前的劇本呢 就是 很多都是翻譯 直接翻譯 然後就是 取材很多 就是來自希臘羅馬的拉丁文劇本 來寫作而成的 但是 曼陀羅花呢 就是第一本 以義大利文 創作而成的 然後又結合當時的社會現象 就是像 在劇中可以看見中產階級的衝突啊 像長輩跟晚輩 老夫跟少妻 然後主人跟仆人 像這些的 然後又結合了 就是加入一些 加入像 十字坦這種文學詩歌 對 然後就是在 就是這三種呢 就是 可以在這本劇本中看到 然後他 馬基維利所寫的 這本作品呢 就是 傳到其他國家之後 就是 紅了之後啊 就是 也是漸漸影響到 就是其他國家的戲劇作品 然後像 就是他變成就是 呃 從文藝復興以來 翻譯改編至 其實是 其他戲劇 跟 當時歐洲劇場之間的一種橋樑這樣 然後 後來的戲劇 然後開始加入更多的地方性社會現象的題材 然後 像我們最近讀到的溫薩像 就是裡面 像斯比亞也就有加入很多就是民俗社會風俗 然後當時環境背景的描述這樣 所有報告就到處為止 從文藝復興這個部分開始 義大利會有一些基本的東西 我們會花點時間去講 那到後面 因為這整個就是從義大利 然後接下去我們是法國嘛 西班牙、英國這幾個都是所謂原文藝復興 那它其實有幾個大的原則跟鋼臉 其實它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沒有必要一直重複一直重複 所以就是大的鋼臉我們會在這個部分講 然後後面的部分我們會越來越偏向 就是說它自己地方上的一個特色 好我們看一下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其實這個名詞不是當時就取的 他們那個時候沒有說 我們現在從文藝復興開始 我們從幾月幾號開始 沒有這種事 文藝復興其實它的這個開始 也是從一個小地方 那基本上就是我們今天所謂意大利半島 就是差不多中部北部這個地方開始 那麼在過去就是所謂那種 就是中世紀的時候 他們都是一些屬於比較屬於貴族身份的人 所以他們是受過教育 OK 好那我們看一下就是 早期的文藝復興 那尤其是在意大利北部的這個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它是跟中世紀是同疊的 所以大概從14世紀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看到就是所謂文藝復興 他已經開始在慢慢在發展了 只是它的範圍非常非常的小 OK 那麼這個時候呢 其實大部分的地方 尤其是平民百姓 一般老百姓的生活 他其實還是在所謂的中世紀的時候 他在劇 就是說他沒有所謂的劇場 他看戲呢 還是去看什麼連環劇為主 那頂多就是 道德劇開始慢慢出來 聖人劇開始慢慢出來了 就是你能夠看的東西 它的花樣變化比較多 那麼實際上就是真正文藝復興 我們真的體會到所謂的文藝復興 它在跑的時候 其實大概也就是到了所謂的16世紀這個時候 大家就是發覺就是說 真的有一個東西存在 然後跟過去是不一樣的 就是一個革命新一個化時代的東西 這種情況其實跟我們所謂大學的建立也很類似 就是最早的時候 所以大學它還不叫做大學 它是一個學術的研究機構 基本上是在教會 那因為在過去所謂的這些 羅馬或者是古希臘時期 它的典籍啊 或者這些東西 一般保姓第一個它看不懂 它也不覺得這個什麼 是什麼大不了的 OK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會流傳下來 第一個你一定是貴族 你看得懂 你才會覺得說它有價值 再來一個就是教會 OK 那真正保存下來 保存的功勞最大的其實是教會 因為我們之前有講過中世紀的時候 所謂的蠻族 日耳曼人也好 維京人也好 其實他們都 蠻害怕這些神神鬼鬼的東西 所以他們不太敢去 就是燒殺魯略的時候 通常他們會掠過 就是教會的這個地盤 然後不想去惹這些神神鬼鬼的東西 所以很多東西是那個時候 這樣子保留下來的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就是說在這個 基本的這個東西 就是說我們所謂的 這個中世紀 中世紀其實它的晚期 跟文藝復興的早期 它其實是重疊的 那麼重疊大概也有一兩百年之久 那麼這一段期間呢 其實我們看到一般 民間老百姓的生活 它還是在中世紀的這種狀況 那麼雖然在貴族的層次裡面 它已經有所謂的這個 文藝復興的開始 那麼當然我們之前講過 文藝復興跟所謂 大學的興起很關係 剛開始的時候大學 它不叫做University 那個名字還沒有確立 但是它在教會裡面 教會裡面有喜歡看書的人 他受了教育 教會給他的教育 他對這個東西喜歡 然後再加上跟貴族 有來往 貴族的這些人他喜歡 然後他們就是有一些 所謂類似像我們所謂的學術機構 所以真正所謂它叫做大學的時候 就是我們之前一再的提到的 它基本上就是三個系所 或者是你要叫它科目 就是升學 然後醫學 然後法學 那同學在做報告的時候 第四個是什麼 第四個它並不是系所科目 它就是類似我們現在的通識教育 所以大家都要學的 那那些東西就包括了我們現在 可能會放在文學院的東西 也有可能是放在數學系 就是因為在文藝復興的時候 他並不覺得數學 它是理科的東西 然後可能文學 它是文科的東西 它就有衝突 他們不覺得 他也不覺得是說 繪畫 他就必須要跟理工科的東西衝突 他們並不覺得 所以你可以看到達文西來講的話 他其實他是一個藝術家 但是同時他也是一個設計家 原因就是他們並不覺得 這個東西有衝突的 所以就是說 在所謂的第四個 它不是科系 它就是一個所謂的全人教育 這個東西 那麼就是我們現在 所謂通識教育的這種理念 所以大家只要進了大學 這些一般的這個教育 大家都要經過的 那真正的所謂 像我們這樣子 分系所分科系的這個東西 其實只有三個 神學當然就是繼續教育 他們自己的這個傳教的人員 醫學我們講過 他剛開始的時候 是為了要傳教 然後宣揚神威 就是所謂讓這個瞎眼的人 可以看見 然後這個 腿缺的人可以行走 OK 那麼到後來 大學正式成立 他收一般的 就是非教會的人士 到大學裡面去念書的時候 那麼也有所謂的醫生 就是一般的這些醫生的產生 那麼再來就是法律 法律最主要是因為 越是接近到文藝復興時期的時候 有越來越多的所謂的商人經商 你經商一定就會有很多 我耳魚我詐然後就有問題 你必須要處理 所以這個所謂的法學就會確立出來 OK 所以我們看一下 中世紀 他的這個 慢慢的所謂走路尾聲 然後到文藝復興的興起 那有幾個就是基本的因素 一個就是所謂封建制度 它瓦解掉了 好那我們說過封建制度的這個瓦解呢 其實有一部分也是敗 這個瘟疫之次 因為瘟疫它就是最怕一堆人 集在一起 然後就互相傳染 那麼我們到了中世紀末期的時候 好所謂的蠻邦 日耳曼人 然後後來的維京人 他們慢慢都歸順了這個教會了之後 他就不會跟教會打仗了 那不打仗太平日子多了 當然就是大家擠到這個 呃 領主的城堡裡面去避難的這種日子呢 就是會越來越少 所以既然如此 那何不就是遠離這樣子的這種 就是疾病上面呢 你可能遭到傳染病的可能 乾脆俗身 出來當自由人 OK 好 那麼再來就是出來當自由人之後 當然就是影響到我們下面一個項目 就是所謂城市上面的一個親戚 好 就一個個的城市呢 因為有這些自由人 好 好 那麼再來呢 就是我們看到軍國 好 軍國的勢力呢 他就開始發展起來 那麼這些到城市裡面呢 去做生意 好 他有一技之長了 好 他自己做生意 那麼當然當他讓他去選擇的時候 他還是會需要有一些保護 政治上的庇護 軍事上的庇護 他不願再回去領主那邊呢 好 領主那邊不划算 他雖然算划算了什麼 就是跟軍國 你自己城市的這個首領 或者是你一個國家的國王 然後你一年就繳一筆碎 繳完了 他有事的時候要來保護你 平常他不會來 就叫天高皇帝員 所以這是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比較合算的一個做法 好 那麼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過去領主他之所以有勢力 是靠誰的地大 地越大 你的領地越多 你的電農越多 OK 可是呢 現在是看誰的錢多了 OK 所以很多的國軍 因為這樣子他有一個就是 這個納稅 稅收的這個管道 所以他的這個 也會越來的越強悍 那麼相對的你可以看到領主 過去他是靠地 然後靠這個地 他不管是農耕 或者是畜牧 給他的東西 然後去換取他的金錢 換取他的勢力 可是現在不是了 現在有其他的東西的 他有經商 隨著經商手段好 錢就可以更多 他不見得一定要有土地了 OK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就看到 國王的勢力會越來越大 所以甚至在這一段期間 你會看到 有的時候會有很好玩的一個現象 有些領主他地方很大喔 可是他不見得有錢 然後他是慢慢一步一步在衰退 然後甚至哪一天人家就是 就是軍隊打過來 然後你就什麼都沒有了 OK 那有些所謂的國王 有很窮的國王 他叫做國王 但是事實上他的錢 還沒有其他的諸侯來得多 因為他的諸侯很厲害 懂得經商 所以在義大利其實 我在聽你們報告 我就一直跟你們講 弗洛倫斯他不是一個國家 剛才同學打在上面那個地圖 你有沒有發覺一點 他真正所謂的國王在哪裡 國王在Naples 在南義那塊 可是國王很窮 OK 弗洛倫斯很有錢 所以他其實他原則上 他應該是一個諸侯 但是他懂得賺錢 他懂得賺錢 所以他有勢力 OK 所以就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所以他不見得會聽你國王的話 那當然國王在這段期間 要嘛你就是自立自強 你要能夠強悍起來 要不然的話很快的 你的諸侯可能就取你而代之 OK 好 那麼我們在下面看到就是 教會 他的勢力呢 會隨著民智漸開 摔退了 那民智漸開 當然跟大學的興起是有關係的 尤其大學開始收一般平民百姓 那我們知道為什麼一般平民百姓 會對念書有興趣呢 賺了錢 你錢多了之後 那自己有小孩子就希望往裡面去送 所以你可以看到為什麼在這一段期間 有很多的這個 戲碼 他裡面寫的故事 為什麼有錢的人 他好像都很笨 然後都會被人家騙 因為早期有錢的人 他賺了錢之後 但是他沒有受教育 可是就是因為這是非常寫實的一個部分 他被騙騙多了 他不希望他的小孩子 他的後面只是在受騙 所以他會送他到學校 好 年輕人進了學校 學了一堆東西之後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以前美國 就是有一個 父母親送小孩子上大學 然後有一系列的漫畫 然後父母親最怕小孩子上大學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其中有一幅就是 Don't come back and get your new ideas 就是小孩子你不要出去 然後學了一大堆 亂七八糟 然後父母親回來 就不知道對這個去上大學 小孩子要怎麼辦 那在那個時候 也會有這樣子類似的狀況 就小孩子回來 然後講什麼東西 父母親根本聽不懂了 而且那個時候 這種情況差距會更嚴重 所以你會看到老一輩的 他會非常非常相信教會 教會講什麼就是什麼 然後新一輩的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不再相信這些東西 因為他受了教育 雖然這個教育他也是在教會裡面 去學的 可是 他會越來越不受 教會的限制 道理很簡單 你們從念書試字 你們覺得 所謂的國民教育 然後把你們送到學校去 目的是哪裡 當然 國家設立國民教育 叫你們去接受國民教育 他是希望你好 會念書試字了之後 你去K什麼三民主義 去K什麼勵志文學 結果呢 你們會念書的時候 會試字的時候 我們去看了什麼東西 你除非課堂上要考試 你要拿那個分數 你才會很勉強的看你那個 所謂的什麼鬼勵志文學 要不然你看什麼 你去看漫畫 你去打game 不是嗎 同樣的道理 這些 好 上了大學的這些年輕人 他可以念書試字之後 沒有人能夠真的去限制 他看什麼東西了 所以等到他可以看懂 這些點擊的時候 他看了這些點擊 就不見得是 教會希望他們看的東西 那裡面也會有很多 去質疑教會的思想 去質疑教會的這種理念 OK 好 所以這些 都是促成我們所謂 中世紀的結束 然後文藝復興 這個發展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 常常講說人本主義 人本主義到底是什麼東西 人本主義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跟有醫學的發展 有關係 我們不管是說 我們現在回頭去看 然後15世紀 然後14世紀 那種醫學 不管是我們怎麼樣去嘲笑 那個時候所謂的醫學 有多麼的落後 但是你要知道 很多都是比較問題 那個時候的醫學落後 但是你再往前去看 還有更落後的 所以相比之下 再加上 就是說對於人體的了解增加 然後再加上所謂的 滿足入侵的情況改善了之後 人的壽命增強 所以人呢 他要開始要過日子 因為在這之前呢 一天到晚 瘟疫 瘟疫很有可能 大流行的時候 今天才出生的小孩 明天就掛掉了 他有什麼人生啊 所以在宋世紀的時候 在教會的影響之下 你活的每一天都準備 要為就是 你死後 要做準備 所以教會一直跟那樣 你要做好事 你賺的錢多拿到教會來 來做好事 所以你可以上天堂 那如果是說 每一個人活著時候 我可能下一秒鐘我就要死了 不管是瘟疫 不管是戰爭 那當然 有一個希望總是好的 可是等到我很確定 除非百分之六七十以上 我下一秒不會掛掉的話 那我就會 想要過一點日子 想要玩一玩 想要有娛樂 想要有這些東西 OK 那麼 這也就是所謂 人本主義 它會刺激它發生 所以在這之前 我們大部分的中世紀 我們是稱為神 神學論 或者是神為本 到了文藝復興 以人為本 可是你要知道 就是說已經那麼長 我們知道整個中世紀 大概有一千年 這麼長的時間 沒有人給你玩 那突然之間 欸你可以玩了 你知道你要怎麼玩嗎 所以呢 受過教育的人 就要想辦法玩的話 那怎麼辦呢 欸就去找過去的人怎麼玩 我們知道羅馬的人很會玩 對不對 羅馬人一天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將近兩百天 搞到後來都可以放假 還不會玩嗎 那當然就去 羅馬的點擊就去找 然後就發覺 欸羅馬人怎麼玩 這看起來好像很好玩 就開始去模仿 所以所謂的人本主義 是這麼來的 所以它是回頭去看 欸為什麼要把古羅馬的點擊 挖出來 我不會玩 我看人家怎麼玩 然後我去模仿學著去玩 但是在這個時候 人本主義 並不是說我們就把神學丟開 我們就把上帝丟開 不是 OK 只是說好 給我們一個有喘息的機會 因為既然我們在人間的時間 好像比過去要長了 那就不要時時刻刻在想 我什麼時候要死 過去是一直為死亡做準備 那現在我至少可以活一下 那我可以有一些 什麼樣的娛樂 畢竟畢竟 就是神本主義 它最大的一個改變 就是它接受了 人它是有劣根性的 人它是不完美的 那麼 這沒有什麼錯 最主要它就是一個人 所以你會看到在這一段時期 有一些所謂新的戲嘛 像Orlando Fioroso 其實它那個戲非常簡單 它就是講Orlando 然後它是一個這個 就是 等於是像是一個民族英雄的人物 就愛一個女的 然後人家不愛他 然後不愛他 等到他知道呢 對方有情婦了 他就發瘋了 就這樣 所以叫Fioroso 就是他發瘋了 然後他發瘋了之後 他的好朋友就很不忍心 然後就去想辦法去治他的瘋病 這個戲就這麼簡單 這個我們會找一個禮拜 你可以看到就是它那個例子 它真的沒有什麼 就是很奇奇落落什麼東西 就是那麼簡單的故事 它探討什麼 人它本來就是不完美的 你就是要接受這樣子的不完美 但是並不是說 我就把上帝丟開 我還是把上帝放在心裡的 這彼此之間是沒有什麼太大的衝突 OK 好 那麼從回到古羅馬的文化 去瞭解古羅馬文化 然後他就會一直往前再推再推 然後推到古希臘 所以所謂的文藝復興 在復興什麼東西呢 他在復興的就是古羅馬 然後古希臘 那麼他們的這些藝術 還有文學 OK 那文藝復興這個名詞 其實是到十九世紀才來的 因為十九世紀才有歷史這一門 柯西的出現 然後那個時候才有人要把它這個 劃分什麼時期的時候才想到 啊這個時候有這樣的一個特性 然後它叫做文藝復興 OK 好那我們看一下在義大利 好所以義大利的時候呢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蛛絲馬跡看的不是很清楚的時候 在十三、十四世紀 所以我們剛才講到 你已經可以看到有一個不一樣的東西出現了 那是在十六世紀 那麼早期的時候 它最主要都是在我們現在義大利的北方 或者是中部 像中部的話 Tascani 前兩年有一個那個什麼電影 所以這個地方現在也變得很有名的 這個觀光聖地 OK 然後當然弗羅倫斯是一個 還有Siana 好 那麼後面呢 慢慢的會往南移 然後往海邊移 就是到了威尼斯 因為我們知道威尼斯呢 到了文藝復興時期 它的全盛時期的時候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商業 好 然後因為它是一個轉運港口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商業中心 OK 好 那麼 文藝復興它的原文 Renaissance 它的意思就是 好 rebirth就是 重新再出生 好 OK 那這是來自於四九世紀 好 這我們剛才講過 那麼 humanism 這個是人本主義 humanism它指的就是說 不是我們把神丟開了 只是我們現在 好 比較重視我們自己人 好 還活著 然後在這個人世間的這個生活 OK 所以允許某一個程度上呢 你可以有娛樂 好 那麼 在某一個程度上呢 我們會 認為是說 可以接受所謂的人性 因為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基督教的教義它是 呃 人性本惡 所以你從一出生你就有人罪 然後基本上你因為有原罪 你大概就是四八九 你就要下地獄了 好 然後你如果去看那個基督教教義 你要下地獄真的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好 他的七大罪貪婪 你貪心都不可以 好 貪吃 你東西吃多了都不可以 然後你都要下地獄吃了 OK 所以真的要下地獄是非常簡單的事情 可是文藝復興之後 他可以去接受 這些東西其實是人性的一個部分 OK 那麼 因為你還活著 其實活著一方面 你有機會享樂 另外一方面 因為你活著 所以你有機會去補救跟贖罪 OK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吧 謝謝 謝謝 ।